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置这样的学习内容是因为目前很多项目都是采用前后端分离开发 而前端离不开Node.js 无论使用什么框架都会涉及到Node.js持续继承 而后端多数都是Java开发 先来讲一下GetLab CSAD 也就是持续继承持续部署的原理 它分成三个部分 请看当前屏幕 这就是它的部署流程 GetLab负责原代码管理 GetLab Runner负责原代码的持续继承的构建 然后部署到远程的server GetLab和GetLab Runner可以安装在一台机器上 也可以分开安装 可以有很多个GetLab Runner GetLab Runner有两种安装方式 一种是通过Darker 另一种方式是本地安装 在安装GetLab Runner的时候 首先你要明确自己的需求 你是否需要容器技术 如果你在持续继承的过程当中需要使用Darker技术 可能会涉及到Darker in Darker技术 什么是Darker in Darker呢 也就是说GetLab Runner是采用Darker技术安装的 那么它在持续继承的时候 也会去构建Darker镜像 也就是说在Darker当中再次利用Darker 如果你对这种技术不是很熟悉 建议你使用本地安装 本地安装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讲当前屏幕上的交代命令 复制到终端窗口即可 两种安装方式没有优劣的指纹 主要是看你的需求 以及对技术的掌握程度 GetLab Runner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把它注册到GetLab当中 才能进行持续继承 现在我就为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注册GetLab Runner 首先进入配置菜单 展开这个Runner 我们可以看到 URL跟下面的Token 点击URL的右侧图标 将URL复制到剪切板 然后开启中端窗口 输入这条命令 将URL粘贴进来 再回到刚刚的界面 把Token也粘贴过来 复制到剪切板 现在粘贴过来 描述可以写也可以不写 直接回车即可 这里输入Share 现在就已经完成了注册 回到GetLab 我们重新刷新这个界面 现在就可以看到注册的状态了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绿点 表示它注册成功 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CICD的配置菜单 创建流水线 GetLab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流水线模板 我们可以参考这个模板 在这个基础上修改即可 完成GetLab Runner的安装与配置之后 我们下一步就是做远程主机的配置 让我们再看一眼这张图 GetLab Runner处在中间的位置 它从GetLab获取原代码 并进行持续继承 然后部署到远程服务器 也就是目的地server 这时你一定想到了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要打通 从GetLab Runner到远程服务器的 访问权限 我们不仅要能从GetLab Runner 向远程服务器复制文件 也就是部署我们的程序 还要能从GetLab Runner 远程执行服务器上的程序跟脚本 例如启动某个应用程序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要在远程服务器上 创建一个专门的部署账号 使用root账号并非明日之举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普通账号 并且给它搜度的权限 这里我创建了一个3w的账号 专门用于远程部署 它的组是80 用户ID也是80 并且添加到了 搜度的组里面 如果是开发和测试环境 我还会给3w账号 提供免密的服务 也就是不需要输入密码 就可以实现搜度 我的所有的应用程序 都会部署在OPT下面 我会给OPT下面 首先创建个NetKiller.cn 相当于一个命名空间 然后每个项目一个域名 每个域名一个目录 现在我为大家演示一下 在中断窗口当中 执行这些命令 这就是3w的默认密码 这是项目部署目录 远程服务器配置完成以后 我们再次回到 GetAppRunner的配置 这里我们需要做两件事情 一是声称SSH证书 二是授权远程执行share 首先登录到 GetAppRunner所在的服务器 然后使用SU-GETLAB-Runner 切换到这个用户 然后使用SSH-KEYGEN 声称SSH证书 最后通过SSH copyID 将它的公钥中书 发送给目标服务器 这里我们创建了一个 SSH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位于 用户号目目录下的 .ssh-config这个文件 文件当中有几项配置 它的功能就是 当我们使用SSH连接 陌生服务器的时候 会提示我们输入个yes 来信任对方的主机 有了这个配置文件 它就会忽略这个提示 因为持续继承当中 是不方便做用户交互的 所以我们要避开 这个输入yes的这个步骤 现在就进入中端窗口 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GETLAB-Runner使用的是 GETLAB-Runner这个用户 进行远程部署的 所以我们要切换到这个用户 在这个用户下进行配置 这是Page SSH 一定要给它600的权限 现在尝试远程登录 可以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我们退出了 现在生成证书 现在使用SSH copyID 将证书发送给远程服务器 现在已经成功的发送过去 再次登录的时候 就不会需要密码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这张图片 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配置已经完成了 GETLAB-Runner的打通 以及GETLAB-Runner到远程服务器的打通 现在到了最后环节 就是安装各种语言的构建环境 首先我们安装Java语言的构建环境 Java构建离不开两个工具 一个是JDK 另外一个是Maven 当然还有Garido跟Ant 由于我的项目当中没有使用 所以这里就暂时不做讲解 使用MavenB做的优化 就是切换镜像 这里是永拉里云的镜像 现在进入演示环节 配置Note GS构建环境也非常简单 当前屏幕上列出了三个工具 把它安装上即可 参照当前屏幕 在终端窗口执行这些命令即可 这里讲NPM语言切换到了淘宝源 安装PMR进程管理 我们可以使用PMR SDRF这个命令 将它安装到系统启动脚本当中 这样就可以实现开机自动启动了 现在就进入中端窗口 为大家演示一下 这里做了4倍速度快进 实际安装过程当中 可能会非常缓慢 你需要耐心等待 Note GS持续继承环境安装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修改 getlabel-ci.yml文件 下面提供了一个demo版本 我们从上至下看这个编排脚本 首先是开始部分 当我们使用NPM语词道的时候 会下载很多安装包 如果不做开始的话 每次都需要下载 所以构建速度非常缓慢 有了开始之后 一次性下载 第二次就不会下载了 stage定义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编译 第二个阶段是部署 我把中间的测试给隐藏掉了 因为我不需要测试 building job就是编译 这里使用npm install 安装我们所需要的包机课 接下来是部署的job 部署的job里面运行了两个脚本 第一个脚本是把编译好的东西 复制到目标服务器 第二步是通过SSH远程执行 启动PM2 这样node.js系统就运行起来了 视频的下一期 我们会详细讲解 getlab流水线的编排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点赞转发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转发 变成 转发 变成